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中的菩萨是指那些具有慈悲和智慧活在世上的伟大人物 菩萨却有能力聆听我们 了解我们 并且能用他们的力量和心意帮助他人 菩萨却有能力聆听我们 了解我们 菩萨却有能力聆听我们 了解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逆境是有运气才有的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成功 做事情很顺利 这其实是他们通过难关之后才得到的 所以面对逆境应该看成是好的运气 演唱 李宗盛 你目前所拥有的都将随你的死亡而成为他人的 那为何不当下就布施给真正需要的人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切虚妄不实的分别 都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我知 一旦人们为了谋求自己的快乐 而罔顾他人的快乐 冲突 战争等等就接种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活不是一个竞赛 但是在这条路上 每一步都能令你回味不穷 在这条路上 当人自以为聪明时 其实真正显出愚昧和不知 让我们多以温柔和谦卑的态度与人相处 那才真正是智者的作为 那才真正是智者的作为 一个人如果可以观察自己 就会看见自己的美丽与丑陋 一个人如果可以反省自己 就会发现自己的正确与错误 愿意思考的人就是自我客观 随时都可以进入定义轴 思想境界 在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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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趣的人 一直想要别人了解他 有智慧的人 却努力地想了解自己 偷偷偷偷偷偷偷 学佛不是对死亡的一种寄托 而是当下就活得自在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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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照镜子耿尽吸气 微笑呼气 你会松一口气 在自己生气的时候 看看自己会很有用的 那是一记警钟 一文字幕志愿者 慈悲心不只是自己生命安乐的基础 也是一切友情幸福的泉源 如果要让所有受苦众生安乐 我们必须生起慈悲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的心充满祥和 去到哪里都一样欢喜自在 当你的心充满智慧 一花一草都令你见到真理 Zither Harp 沙瓦双巴哇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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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弘法立身 去帮助别人 沙瓦双巴哇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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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取于相辱辱不动 你就不会生烦恼而长生智慧了 沙瓦双巴哇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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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双巴那 沙瓦双巴自鲦阿柏 沙瓦双巴哇塞道 佛教的地观又叫真实观 地观就是了解真相 最好的地观是四身地观 就是将生命的真相看清楚 地就是对真理真相的了解 观就是内心里彻底的了解 是真正的观照 地观就是我们每天在念的 观自在菩萨 形身般若般若密多时 是爱和理解的基本修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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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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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请你们出来吃饭了 好的 我们出来了 小雪啊 今天县里有卖东西 你去买些布回来做棉衣吧 好的 我现在就去买 小雪 一大早你要去哪里呢 去买些东西的 我要去买些布做几件棉衣给我公婆穿 小雪真的是贤惠 自从她丈夫去世后 照顾公婆的事就落到她一个人见上了 嗯 真是个好媳妇啊 只可惜她年纪轻轻就手寡了 真难为她了 我看如果有好人家 我们就帮她介绍一下的 别再提这事了 我以前在她面前提起过这件事 可是她都坚决不要 嗯 真是个好媳妇啊 就在小雪在市场上选购物品时 无意间被一位五十多岁的 浩斯财主看到了 这位财主看到小雪后 便想纳她为妾 哎呀呀 这个小娘子不错啊 老爷 您说的是哪个 就是布摊旁边的那个 老板 这种布卖多少钱啊 你又要买布给公婆做衣服吗 是啊 我打算给两位老人家 做几件温暖的棉衣的 你很孝顺啊 真是不简单 这个小娘子是谁嫁的 不知道结婚了没啊 老爷 我这就去帮您打听一下 老爷 我打听到了 真的 快说 他结婚了没 老爷 他已经嫁人了 啊 这 这 他怎么就嫁人了呢 真是可惜的 不过他的丈夫已经死了 他现在和公婆住在一起 原来是这样啊 既然他的丈夫都死了 应该再找护好人家嫁了嘛 对 对 老爷 您说的对 我看他嫁到我们府上 给您当小老婆 就是最好的选择 说得好 说得好 第二天 这位老财主就带着丰厚的礼品 到王家提亲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娶你们家的媳妇 哦 你是来提亲的 对呀 怎么样 我今天带了这么多的礼品 来向你们提亲 如果答应了 这些东西就都是你们的 我也会选个好日子来迎娶 这是还得问问我家媳妇的啊 是啊 她要是答应了 一切才好办 好的 那你去问问她吧 小雪听说 有一位年老的财主 要去自己给她当小老婆 当下就表示不同意的 不行 我早就说了 我要为我丈夫守寡终生 您怎么能让我嫁给别人 当小老婆呢 别这样 我只是问问而已 你不同意的话就算了 要想我嫁给她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怎么样 她同意了吗 唉 她说了 要想让她嫁给你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看这件事恐怕不成 嗯 这是二百两银子 只要你们能让她 给我做小老婆 这些钱就是你们的 好吧 让我们想想办法 三天后你再来迎娶她吧 哈哈 好的 公婆接受了这二百两银子后 天天劝媳妇嫁给老财主 可是小雪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眼看着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 唉 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 明天人家就要来取亲了 这可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只能把她捆绑起来 硬推上车了 好吧 也只能如此了 到了延续当天 公婆用红布巾把她的手反摆上后 拉拉扯扯的把她推上车 我不去 我不去呀 我才不给别人当小老婆 快 快 新娘已经上车了 快走吧 放我下来 我不要当小老婆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唉 小雪真是可怜啊 她对公婆那么好 她的公婆竟然把她卖给了那个老财主 做小老婆 是啊 只可惜她娘家已经没人帮她了 也只能任凭她公婆摆布 没有人能替她做主啊 当车夫挽起江绳 扬边催马时 小雪在车里 风吹了一声惆态 突然狂风暴起 驾车的马一时射到惊醒 竟不受控制 怎么会无人无故地刮起狂风呢 马车背离往踩主墙的路 一直朝县城的方向下 一路上狂奔启齿 飞渡泥潭如走汤中大道 即使不微巧 走险路也一样畅度不足 错了错了 你要去哪里啊 这马车 这马来到县阳门口时 安然地站立不动 那马车夹然 冤枉啊 冤枉啊 由于马车一路狂奔到县阳门外 小雪才有机会 含冤枯诉 这桩步伐的勾当 才得以败了 谢谢您把我带到这里 让我有机会为自己申冤 马儿尚且知道 是非善物 义无反复地行圣住人 而世上那些毫无良心的人 看到这马也要羞愧得 无地自容啊 红阳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连诗对女子的教言 汝阳的马蹄女 接着向连诗问道 由于我精进心薄弱 请赐予我无为的教言 连诗开示 法性的自新 不是具体的物质 因此没有可制作 所生产的东西 由于这法性自信 自始即在 它不是弯腰理尽 所得到的果报 法性的自信就在你之中 现前而无遮 一旦你了悟 你的心是没有什么 任何体性的 这个了悟本身就是 觉醒的境界 它不需要去达成的 某件事情 所有的努力与奋斗 只会将你束缚于 渴求之中 放下 不造作 不禅修 尽管如此 像你这种愚蠢无知的女子 不论教你多少 你都无法了解 即使向你指出法身 你还是无法认出它 为你引进觉醒状态时 你仍然无法看见它 即使教导你了 你也难以了悟无为的一段 你们大多会曲解这个对女性的开示 所以请你务必穿上更坚固的铠甲 并小心不要成为婚嫁模的阶下囚 不要生育子女 反之 即使困难不易 人应一个人独自修行 连世又为这些女子们 做了以下一些开示 地厅 你们这些虔诚的年轻女子 你们皈依的对象中 最殊胜的是三宝 因此应该在皈依的法门中 努力而为 如此 这一生就是有福的 且可以避免未来投生到下三道中 一指的对象中 最殊胜的是你的上师 因此对上师的恭敬 要犹如顶带在头上那般高 你的这一生将受到加持 并且上师将在未来身世中 在道上引导你 礼拜的对象中 最殊胜的是你的本尊 因此供养慧供和食子 如此可以让你实现此生的目标 并为未来身世带来富贵荣华 尊敬的对象中 最殊胜的是你的父母 因此要侍奉并照顾他们 这会在这一生 为你带来利己的利益 并确保他们未来对你的帮助 伴侣中最殊胜的是你的丈夫 所以因看重他 有如看重你的双目 如此你将拥有贤善的一生 下辈子能出生到 有地位的家庭之中 由于女子对于切身事物 都拥有大多的决定权 所以对于钱财和食物 都要慷慨大方 如此能确保你此生 拥有亲切厚道的友人 且未来身世将拥有 丰盛的食物与财富 子孙后代都是往昔的冤亲债主 因此务必让他们学习佛法 这将有助你的此生 对他们的来世也有助益 明决心既非男亦非女 本质极有的决性 此法性既不高慢 也不卑微 本质极有的法义 既不高 也不低 一界的自信超越 增 减 佛义超越维度 事物与其自信 并非二元对立 一旦你了悟自己的心即是佛 便不需要再往他处寻找佛 了悟自信自信 并与此修炼 尊敬你的上师 与诸珍宝上师 并尽力以符合佛法的方式生活 那么 虽然身为女子 你却是明智而庄严的 七名女子正得了悟 并对上师话语感到欣喜 她们鼎力连师 绕行上师 并献上丰盛的会供 卡千公主错家佛母 由于顾念后世众生 便将连师当时在 金竹松林的话语记录了下来 联师有关灵中正得佛果的指导 关于修持圣身教研的指导 大师赐予国王以下的指导 陛下 要实修此教研之意 轮回诸道中 无自在可言 觉醒状态中 方可寻得之 此觉醒状态 绝非由努力而得 非以利可达 乃借认随 从不奋力而至 轮回 不应排斥而可泣 认随 轮回将自行解脱 试图解除苦难 未曾带来自在 借由松坦认随 方能感到自在 于渴求之中找不到安乐 唯放下渴求 方能得安乐 试图避免贪值 无法斩断贪值 唯有借由艳离 真能停止贪值 教研 非靠西求而可得 密得上师 即可得教淫 紧紧依靠请求 未曾获得加持 升起虔诚之心 加持便将来到 国王啊 恒迟以法为伴 方能获得安乐 舍弃分心事物 怀持见地与财力 联修的本性 安住于无声的法身 平等性中 国王感到欢喜 以深切的信心 与恭敬心 鼎礼上师 并于上师周围绕行 国王 国王同时再一次向莲花生 大事顶礼 并在他的四周绕行 之后 他向莲师请示 大师 我是个信心薄弱 但财力雄厚且声明远过的王 而反对并敌视佛法 我不是忍者 而是相当邪恶 我喜好娱乐消遣 一点也不心想修行 我只热衷于这一生的事物 甚至不害怕来世会堕入下三道之中 请您悲鸣我 祈求您赐予我 在临终时证得佛果的教言 国王说完之后 他以极大的虔诚心低下头 哭泣起来 大师顾念他而取出最精华的教言 给予了以下开示 爱马霍 你打从心底升起信心 这是最美妙的 陛下 不要惧怕临终的时刻 我有秘咒称洁净的教言 借此 即使大罪人 都能在他人之前 获证佛果 这是避免进入中阴的教言 首先 我们因为无名 以及业力的影响而入胎 之后 我们在这土地上 停留一段短暂的时间 最后 我们将会死亡 这个身躯将躺在地上 心则因业力的驱使而继续游荡 此心将在六道众生当中取得另一个身躯 如此继续在轮回中流转 即使我们能获得长寿而活到一百岁 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在夜间睡眠 有如一具尸体一般 做梦时 我们历经种种的快乐与痛苦 所以 幸着的时间加起来 最多不过五十年 在我们从母亲那里出生之前 我们就已经自然拥有死亡 但即使如此 人们不记得他们会死亡这件事情 而去做各种贪爱与憎恨的行动 好似他们永远不死一般 死亡不会在预先宣告的时间来临 死亡何时降临是不确定的 死亡的方法有很多种 当死亡无可避免的时候 那一天就来到 陛下 地厅 有三种死亡的方式 上等 中等 下等 如国王般的死亡 是像您这样的人 在死亡时 仍然贪恋着他的领地和财物 这是下等的死亡方式 在临终时应当离于偏止 如乞丐般的死亡 是死亡时对物品 弃物毫无眷恋 这是中等的死亡方式 也被称作如山路般的死亡 孤独的死亡 死亡时连关于贪着或攀植的想法 都完全没有 是最上等的死亡 陛下 地厅 在临终的时刻 有三种证悟的方法 下等根器的人 已经积聚了资粮 将在下一身中证得佛果 中等根器的人 已经熟悉修持的方法 将在中阴当中证得佛果 上等根器的人 已经获得正量 无需经过中阴 及觉醒而证悟 这个特别的教研 是不禁中阴 及正德佛果的教研 是密奏称的捷径 我以三个要点 传授你这个根本教研 性结一切外在所知对境的体性 其根本是虚空的本质 如此您便进空了外在的六道 并且从六道众生受胎的根源中解脱 性结内在能知者的体性 其根本是空明之心的本质 如此您便进空了内在众生的胎门 并且从各种投身的根源中解脱 了物无名从未升起过 因此而性结现象的根源 如此您将从善恶的根源中解脱 这是三个要点的教研 是三个要点的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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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有序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化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赴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是我们内心永恒清晰的心理烙印 然而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无数的母亲 因为人类的口腹之欲 而遭受着无尽的苦难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那就是动物妈妈 妈妈 这里的草可真嫩啊 以后我们经常来这里吃好不好啊 是啊妈妈 这里的草太美味了 我们以后要常来这里啊 这里的草虽然好吃 但是我们可不能经常来 因为这里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危险的 这地方危险 妈妈 这儿哪里有危险啊 你们看那边 那里有好多树丛 这可是最容易躲藏狐狸的地方 哦 那里面真的会有狐狸吗 当然 如果有狐狸躲在里面 那可就危险了 这么说我们以后就不能来这里吃草了 可是我喜欢这里的草啊 如果你们真的喜欢吃这里的草 那我们可以把家搬到这里来 那样就算有危险 我们也能快速钻回洞里 是啊妈妈 你可真聪明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搬家啊 我都迫不及待了 就这样 兔妈妈在这片草地挖了个洞 当做新家 这样就算有肉食动物来袭击的话 它们也能在第一时间跑进洞里 然而兔妈妈却忽略了它们最大的敌人 那就是持枪的猎人 这些兔子实在太警觉了 很难打中的 孩子们 快回家 有危险 妈妈 妈妈 我受伤了 孩子 不要怕 来 快跟上妈妈 我们赶快躲进洞里 看来今天还能抓一只活兔子呀 孩子 快点 快跑过来 妈妈 我跑不动啊 我脚好痛啊 妈妈 你这是要做什么 不要怪我 你快跑进洞里去 哎呀 好大的一只兔子 它这是疯了吗 竟然朝着我跑过来 打中了 打中了 把生存的机会留给孩子 自己却选择了死亡 兔妈妈的母爱让人动容 而生活在美国西雅图鲑鱼的母爱 也是令人感动的 每年产卵季节 很多条鲑鱼都会千方百计的 从海洋回游到位于它们的出生地 那条河流就在前面 大家加油啊 只要回到故乡 我们就可以生下小宝宝了 是啊 大家可要小心呢 因为那里会有很多捕猎者 在等着我们呢 是啊 棕熊 白头海雕 他们那些家伙 应该早等在那里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为了我们肚子里的宝宝 也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好累啊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好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不要停下来 这里可是白头海雕的地盘 我们快走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孩子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我一定要活下去 躲过了棕熊 和白头海雕猎时的这群鲑鱼 他们的产子之路 依旧困难重重 这几天的雨 下了个真大啊 你看 这条路都被水淹没了 好在 今天水退下去了 总算露出了路面 哎呀 那是什么 那好像是一条鱼啊 一条鱼 这怎么可能啊 公路上怎么可能有一条鱼呢 哎 你快看啊 是鲑鱼 真的是一条鲑鱼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鲑鱼竟然在 横跃马路 大家加油啊 这可是一条捷径 只要过了这条公路 我们就能回家了 就可以孕孕我们的宝宝了 是啊 我们冲啊 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为了孕孕肚子里的宝宝 这些鲑鱼啊 不顾一切地返回自己的家乡 他们 真是伟大的母亲啊 对 我们应该帮帮他们 可千万不能让车压倒他们 宝贝们 过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的 历经千辛万苦 只为产下自己的宝宝 鲑鱼妈妈的爱 是那样的令人感动 动物妈妈的爱 有时候甚至会超越物种 老公 我们家的母鸡有些不正常啊 它怎么天天赖在窝里 成天都不动啊 搞不好 它在下蛋 或者是在敷小鸡呢 嗯 或许吧 女主人天天都去鸡舍查看 但是 这只母鸡既不是在下蛋 也没有敷小鸡 老公 我们家的母鸡 是不是生病了 要不 就是忧郁了 否则 它怎么会一直待在鸡窝里 既不下蛋 又不敷小鸡呢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啊 一只母鸡怎么会得忧郁呢 哎呀 母鸡身下 好像真的有东西哦 它不会真的 敷出小鸡来了吧 可是 没有鸡蛋 它怎么能敷出小鸡呢 什么声音 好像是从母鸡身下传来的 我们看看 这只母鸡 究竟在干什么吧 啊 小猫 我们的母鸡 怎么会敷出小猫来啊 天啊 我们的母鸡这些天 一直窝在窝里 竟然就是为了 这两只小猫啊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鸡窝里比较暖和 这些小猫就过来取暖了 幸运的是 它们遇到了有爱心的鸡妈妈 鸡妈妈出于母性伟大的爱 便当了一回猫妈妈 将这些小猫 将这些小猫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为它们挡风取暖 哈 真是不可思议 母鸡竟然会给小猫当妈妈 这就是母爱 超越了物种的母爱 亲爱的朋友 你或许难以做到戒杀乳素 但你不能无视生命的灵性 你或许不能认同生命的平等 但你无法否认母爱的伟大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故事 真正的懂得 动物们有爱 也有情感 它们有悲伤 也会痛苦 它们的母爱 也一样 惊天气血 震撼心灵的 本来的吹られるでしょうか 本来的吹られるでしょうか 本来的吹られるでしょうか